据环球时报7月31日报道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 7月29日炒作称 中英航母在南海同荒了 一张最新曝光的卫星图显示 当时英国航母正位于越南海岸以东 而解放军的山东号航母 正在海南岛南部航行 两者间相隔大约1074公里 美媒还刻意渲染称 中英航母都在局势紧张的南海航行 此前英国国防大臣本华来 事实曾叫嚣 将派遣航母打击群穿越所谓南海争议水域 对于英国派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7月29日表示 中方尊重各国舰船 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 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 不远万里派军舰过来刷存在感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予以坚决有效应对 在吴谦发出警告后 英国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 英国国防消息人士声称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南海航行时 将与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保持数十英里的距离 航母编队没有在南海和中国搞对抗的计划 英方的目标是让其以最直接的路线穿越南海 从新加坡抵达贝律宾台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罗元少奖7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英国人为了老鼻子镜才拼凑出这么几艘船来 不干正事 反而煞有介事地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来丢人现眼 真是难为了这个破落的老牌殖民国家了 解放军在近些年来 造舰高峰期 每年接收的舰艇总吨位 就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 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当年被大英帝国任意欺负的弱国 英国也再也不是当年横行霸道的日不落帝国 有解放军这根定海神正在 任凭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也休想兴风作浪 罗元强调大道如青天 国际航道任凭航行自由 独有挑衅中国这条路 英国过去走不通 现在走不通 谁也走不通 此次英国航母如果敢越轨以身试法 解放军必有常见伺候